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延绵益寿 就在不久之前的东航空难 同时打破了中古大陆12年来 飞安林事故的记录 飞机高速以垂直的角度冲撞地面 这样的画面深深烙在许多人的心中 今天要来回顾另外一起空难 同样也是以近乎垂直的角度坠入海中 机上的88个人无疑生还 但是经过后续调查之后就发现 这起空难事故并不单纯 而且在出事的前一刻 这架飞机居然是倒过来飞的 这趟航班到底发生了什么 马上来一探究计 画面记录下飞机就这样垂直下坠 东航一架波音737客机 在执行昆明至广州航班任务时 与吴州上空失联 目前已确认该飞机坠毁 这架东航波音737客机搭载132人 这个月21号下午飞行途中出现异常 在两分钟内急剧下降7000公尺 以垂直方式重击坠毁在广西 打破中国12年来 飞安零事故的记录 但事发原因依旧还没理清 整体事件的真相扑朽迷离 而回顾过去历史 同样也有一起知名空难 和东航一样以垂直的方式坠落 就在2000年的伊丹 6月31號,這天阿拉斯加航空261號班機 正準備從墨西哥、哈里斯克州 飛往美國、華盛頓、西雅圖 這架MV-83型客機 上面載了83名乘客和5名機組員 當天下午4點左右 正當經過加利福尼亞州的安納卡帕島 突然發生故障 接著墜入海中 集上88個人活一生還 怎麼會這樣呢 這架航班的飛行員 擁有非常豐富的駕駛經驗 機長泰德 累積飛行時數達到了17750小時 其中的4000個小時 就是駕駛出世的MD-83機型 照理來說是再熟悉不過了 而機者和副機者 在此之前也沒出過任何事故 調查 確認 消息 確認 但在11月31日 他們準備了航空261 Thompson 和Tansky 沒有想到 在航空中的航空中 有一個重點的弱弱 但隨著深入調查 發現這幾空難事故 並不單純 一點一點的 慢慢拼湊 還原出了整個過程 早在爬升階段 機長就發現飛機的水平穩定器卡在向上的位置 於是他馬上做出決定 把機頭給向下壓 這也導致機長在這趟飛行幾乎全程手動駕駛 中間他也不斷想重啟水平穩定器 但都徒勞無功 直到完全固執 飛機也開始下墜 飛機 飛機經過一段時間的垂直下墜 機組員終於想辦法控制住狀況 計劃在洛杉磯迫降 沒有想到事情還沒結束 所有人都聽到機尾傳來了 一聲巨響 水平穩定器幾乎快要脫落 飛機再度開始下墜 機者不斷嘗試想要挽救這個局面 不惜把飛機給反著飛 但最終依然以近乎垂直的角度 墜入海中 水平積 火車 水平穫 水平積 水平積 他們試一下飛機 飛機 浪海中 他們從來未曾有可能 他們未曾想找到 他們未曾去找找 可以操控 這個飛機 是 I'm pushing OK, let's keep running Left running Left running I can't reach it OK Right running Right running I'm coming The plane was being knocked from side to side It turned upside down It was spinning Persons were being thrown against the walls of the plane Falling out of their seats And the cockpit voice recorder screaming Um Un-unbelievable Uh horrible Last few minutes of their lives 已經發生的悲劇無法挽回 但更多人想問的是 為什麼好端端的水平穩定器 突然出了問題 The investigation exposes deeply worrying shortcomings in maintenance and regulation that afflicted the airline industry It shows how a series of devastating errors combined to produce a tragic accident One that could happen again 後續調查發現可以歸咎於幾個原因 阿拉斯加航空因為經濟蕭條大幅增加航班數 壓縮成本擴大利潤 擅自延長了維修保養和更換零件的時間 地勤人員也沒有做潤滑處理 導致駕駛員為了穩定飛機 在不斷扳動駕駛感開關的情況下 產生固執 因而失控 也就是如此多的人禍堆疊之下 釀成了這起悲劇 葬送了88名誤辜者的性命 之後這起事件更被改編成了電影《迫降航班》 有些空難還能找出原因 但有的則是留下重重謎團 讓人更加好奇事情的真相 Amelia Earhart was adored as the most well-known female aviator in the world setting aerial record after aerial record her name echoed through the country and was plastered on newspapers nationwide 留著一頭俐落短髮 站在小飛機前面的這個女人 可是鼎鼎大名的傳奇人物 艾米利亞艾爾哈特 是美國女性飛行員 同時也是女權運動者 更是第一位獨自飛越大西洋的女性飛行員 遞早出了許多輝煌的記錄 In the eyes of America Amelia was a hero and then of course came the tragic events of 1937 1937年 1937年 艾爾哈特已經是個航空界名人 她計劃想要來一個環球飛行 陸界也就遲到大約有47000公里 這可是個大挑戰 卻沒有想到 這將成為她的最後一次飛行 她想成為第一次飛行世界 飛機在太平洋龍三角海域上 突然失去訊號離奇的消失 從此音訊全無 這起事件成了美國20世紀最大的未解選案之一 所有人都想知道 艾爾哈特究竟去了哪裡 有專家推測 她是燃料耗盡 因而醉害 不過直到現在 都沒有找到遺體 或者是殘骸 他們立法宣布 Amelia和Fred 1939年 但不是因為他們有證明他們死了 而是因為他們沒有證明他們過世了 關於這起疑案 還有幾種陰謀論 像是艾爾哈特是名美國間諜被日本人逮捕 處死 或是他隱形埋名躲了起來 比較誇張的是 艾爾哈特是被外星人給抓走了 在他失蹤之後 美國海軍出動了大量的人力展開搜救行動 花了將近400萬美元 這在當時可是天文數字 不難看出對這位傳奇人物的重視 但遺憾的是 經過長時間的調查 卻沒有絲毫展破 直到今天 艾爾哈特的失蹤 依然是航空界最大的謎團 無數專家學者 都想要揭開真相 從東航到艾爾哈特 再到阿拉斯加航空261號班機 回顧這麼多起空難 共同點就是都造成了 無數的幸福家庭破碎 無論事故發生的原因 到底是什麼 都希望像這樣的憾事 不要再次發生了 一般我們講到棺材 都會覺得那是拿來裝往生者用的 所以總是會有一點點的機會 但是我們要帶您來看的 這種非常特別的改運方法 躺在棺材裡面 居然可以改運 真的有這麼神奇嗎 在泰國這個奇異的儀式 就是讓活人躺進棺材裡面 接著再請僧侶幫忙送金 象徵已經死了 騙過鬼神 之後打開棺材 寵獲新生 據說有試過的人 都是讚不絕口 說除了運氣變好之外 竟然就連壽命也都可以拉長 這樣子神奇的感運儀式 您有膽子可以挑戰看看嗎 棺材剛好這個字就是升棺發財 所以就用這個習俗 這個習俗已經用了還滿長的一段時間 就是跟棺材做文章 很早很早以前就流傳到現在 當然相信能夠躺下去的話 就可以把好運呢給吸來 把舊的不好的東西 像重生一樣砍掉之後 重新開始 因為我有這個棺材的儀式 所以要先拜閻羅王跟閻羅王告知 一走進寺廟 最讓人震驚的就是眼前這九具棺材 這棺材毫無疑問是拿來躺的 但是只給活人躺 睡的時候還去想著他死了 然後再重新生 這樣再重生 不會有機會嗎 不會有機會嗎 沒有他剛剛說很好 古代巫術在做法的時候 就是說我哪一個草人 當成你的身體 然後呢你因為運不好 所以我把這個當成就是你的替身 那死神來的時候 他可能找到的是替身已經死了 就沒有什麼好在追你的 所以你今天也常常用這個替身 或者是用這個生粉 那麼來做授粉 來拓運 來改變命運 唐棺材改運在泰國非常風行 原本只是當地人去睡棺材轉運 後來新馬台陸續有遊客 絡繹不絕組團參拜 原來都是因為這部電影而起 原來都是因為這部電影而起 主要是描述利用躺棺材來逃避死神的召喚 而電影描述的就是這一間棺材廟 但問題是躺棺材真的可以轉運重生嗎 授粉也就是說是把你的美運 就是說裝死 就是說我已經死了 我本來這個結束藍討 我就做一個墳 或者做一口棺材把它放進去 那死神來找我的時候 他已經死了嘛 所以那個就叫授粉 那也就是替身 說好運啊 身體健康啊 大家都是這樣下去的 大家都會組團進來泰國這邊 做這樣的一個傳統儀式 因為呢在泰國有很多的故事 都能夠說明清楚說 這個有很多人是經過這個做的法之後 就會改變他的運氣 躺棺材之前 信徒必須準備鮮花等物品 合上誦經之後 開始進入躺棺材儀式 信徒躺在棺材裡頭 合上假超渡念死人經 也就是說活人躺在棺木裡面 呈現一個假死的狀態 白布蓋上去的意思 就是把厄運給吸走之後 再把白布往回拉回來 代表好運又再回歸到你身上 女人坐著 他第一次是眼睛要擋開嘛 第二次他說我們洗過眼了 一下子就好了 很好 舒服 假設你相信說躺下去 信著靈 就是我已經重生了 從棺材再抬出來 那當然是OK的 在裡面躺了90秒之後再起來 代表脫胎換骨 之後河上還會撒一些花水跟金箔 讓你發光發亮好運連連 撒水的動作是師父對這個信徒祈福 他對他祈福 那這個水的話是說是經由這個佛祖 他有每天在念經加持過的聖水 然後做完儀式的人拿三口起來喝 就可以也是一樣有象徵重生的意思 棺材廟一天舉辦兩次儀式 分別是在早上的9點09分 以及下午的1點09分 棺材的話有9負 那我們剛剛做的時間是從下午1點9分開始 那在泰國9的這個數字 是有代表重新開始什麼都好 然後能夠勇往直前 能夠賺取很多很多很多金錢這種感覺 反正就是重新開始的意思 短短幾分鐘的奇特儀式 代表的是一種重生 或據說棺材不能亂躺 要看自己的運勢跟八字 女孩子越是來或者作惡多端的人 都不能亂躺 但也有一種說法是 除非是很倒霉的人 否則躺棺材之後會減瘦三年 不會像以前就是想 如果給你機會或是怎麼樣嗎 我看的是個人的啦 有的有的我看我是很好 感覺很舒服 沒有說什麼台灣的棺材 這感覺就覺得還不錯 對 當然每個人躺的感覺不同 傳說有人躺下去 見到了自己已故的親人 也有人無形當中看到一道光線 躺棺材是否招好運或是逃避死神召喚 其實見仁見智 真實案例當中 確實有人因為躺棺材之後 業績谷底翻身 但對於這種重申的說法 佛教倒是很排斥 他們認為人要改變必須經過修行 不是因為躺了棺材就能改運 畢竟主宰命運靠的還是自己 晚上八點多 義德堂香火鼎盛 這是一位潮州華僑 在泰國所開設的中國廟 也是非常知名的慈善機構 泰國人稱它為捐棺材廟 這個地方呢 是曼谷最有名的捐棺材廟 是有很多的華人啊 泰國人都會一起來 這邊來做這個捐棺 因為大家希望能夠捐棺 獲得更多功德 義德堂成立的宗旨主要就是 協助往生者身後的處理 特別是無名失守還有貧困的人家 他們會把善信捐出來的棺材 提供給無親無故的往生者使用 捐棺材廟之所以香火鼎盛 主要是因為曾經來捐棺材的人 很多得到無情力量而解決問題 造成這裡越來越多的信眾 泰國人深信捐一副棺材 可以讓死者安心到另一個世界 是一件很大的功德 正如台灣人所講的 讓你走 聽你看 在這邊捐棺材的話 我們會先到會台來 把我們的名字寫上去 然後再簽上自己的名字 把你要捐的金額呢 一起交給這個姊姊 讓他來幫你辦理 一種就是喜歡買棺材送給人家 就是幫自己添售 我們會拿剛剛捐出的棺材的單據呢 把它貼到這個上面 能夠代表說我們捐贈了一副棺材 幫助那些沒有棺材的人 可以能夠有自己的棺材 可以往這個其樂世界去 事實上這種捐棺催運的方式 主要是積福行善 也就是替捐住者祈福 一副棺材大約五百台幣 在櫃台完成捐贈之後 再將紅紙貼上棺材 然後到大廳的觀音向前上香祈福 也可以求籤許願 之後貼在棺材上的紅紙 會跟著屍體一起下葬 我剛剛捐功德的這個單據呢 就把它在這邊燒掉 燒掉是報告這個上圈說 我做的這項功德 不比報上圈能夠知道 由此一說紅紙會吸收濕氣 保佑捐棺者願望成真 甚至有人為了達到快速效果 不惜將個人衣物 甚至頭髮跟棺材一起下葬 據說香港不少藝人 對捐棺深信不疑 曾經有人來此要求 借運十年 但遭廟方拒絕 不過捐棺材嚴壽 甚至改運之說 似乎真有其事 廟裡面呢 就是觀聖地獄的廟裡面 都放了很多棺材 在那個神殿的旁邊 大概有十幾具 那都是什麼 都是他們先把自己棺材本做好 可是呢 他們有個習慣 有人往生了沒有棺材 我就借他棺材 那我們有一個老太婆 借人家十九具以後 她才往生 你做了棺材 就表示你生命可能快結束 你有感覺 你才會去做一副棺材 先放在廟裡面 等著死亡的時候 不用再去籌錢 不用再讓子孫煩惱 可是她等於 贈送了十九具棺木 給我們村莊的人 其他人就是 因為認為她不會走 結果走了 所以她借給她 反而她嚴奏 你看十九具之後 第二十個才會輪到她 無論捐棺材 是為了祈福改運或是嚴盛 其實只要心存善念 好心有好報 相信好運也會自然降臨到民身上 這段節目一起來看 這個很特別的職業 私人驗師官 許多知名的天王天后級人物 都是她的客戶 更厲害的是 她的驗屍報告 居然幫助警方 破解案件 廣告回來 不要錯過 法醫驗屍是刑案事件 開始偵查的第一步 不過如果家屬不願意相信 官方的屍檢結果 那該要怎麼辦呢 美國就有一位 潛法醫 因此開了一家 私人的驗屍公司 有不少的名人 都是她的客戶 像是流行天王 麥可·傑克森 還有惠尼休斯頓的家屬 都曾經來找過她 就連戴安娜王妃 在出事之後 她還接到了 做二次屍檢的私人委託 甚至還幫助很多人 還原了事情的真相 有些官方鑑定 結果說是親身 最後被她查出來 明明就是她殺 一起來看看 這樣很特殊的行業 私人 驗屍官 職業美食足球隊 最不可供給的秘密 被好萊塢給揭露 巨星威爾什麗斯 扮演一位 腦神經外科醫生 發現美式足球員 因為常遭受撞擊 造成腦神經病變 卻被球團威脅 不能公開秘密 如果他們繼續 放棄我的工作 男人繼續死 不過為了詮釋好 醫生這個角色 威爾什麗斯必須學會 如何檢驗死者的遺體 不過她不是找 專業的法醫學習 而是她 這個男人被稱為 死亡先生 賀瑞拉 賀瑞拉過去曾經是 警方犯罪現場的 調查人員 也就是見識小組 不過某一次 她因為處理一具 重達280磅的遺體 引縱成了脊椎受損 只能提早退休 轉行到殯儀館上班 她在這裡發現 有不少的死者家屬 都有驗屍需求 不過礙於國家資源有限 讓他們無法抵院 於是賀瑞拉在1988年 決定創辦一間 私人的驗屍公司 在美國 只要擁有法醫執政 就可以替死者驗屍 甚至可以給出法官 被彩性的報告 而擁有一雙法眼的賀瑞拉 超強的見識功力 也逐漸聲明遠播 事實上有許多的死者家屬 都不相信官方給出的死亡原因 他們認為是有蹊蹊 卻沒有辦法 赫瑞拉開設的私人驗屍公司 等於是讓他們重新看到希望 史上留下最多照片的女人 戴安娜王妃 1997年在巴黎 也因為一場車禍失去性命 官方給出的說法是意外 不過卻有許多的陰謀論 認為這根本是蓄意謀殺 當時戴菲的律師團 就希望賀瑞拉 能夠來替戴菲 進行二次實檢 不過卻遭到了 英國王室的強烈反對 最終沒有承襲 除了戴安娜王妃 還有她 你在哭嗎? 閉嘴 已故的流行天王 麥可傑克斯 在豪宅中 因為藥物中毒 而死亡 現在證明 麥可傑克斯 50年代 已經死了 我不相信 Tudy死了 還有惠妮休斯頓 在下榻的飯店裡過世 兩個傳奇巨星的家屬 也都曾經 找上賀瑞拉 要求驗屍 由此可見 她死亡先生的外號 並非浪得虛名 我們得到的情況 可以從心癌症 到瘋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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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不同 照片裡的是年紀輕輕 才24歲的加州女大學生摩根 2015年 家人發現 她在一處鐵軌旁邊 上吊輕生 警方也看定是輕生 不過家人覺得很奇怪 平常樂觀的摩根 怎麼會想走上絕路呢 加上又沒有找到遺書 於是請赫瑞拉出手幫忙 首先他們把摩根的遺體 從兵櫃裡面給拿出來 再開照存證 來當作法庭證據 這時候有兩個工作人員 發現摩根的遺體 有些不對勁 她有些有趣的摩根 在她的肩膀上 我必須向醫師 尤其他醫癌 記下疑點之後 開始解剖紀錄 就像是電視影集 犯罪現場一樣 看來有人剪刀他的嘴巴 專業人員抽絲剝繭 不放過任何的蛛絲馬跡 接下來我們要找到 當我們開啖膀 是瘋癌症 這是肌肉 或是剪刀的 如果我們要找到 剪刀的骨 不過最重要的 當然需要判定 摩根究竟是親生 還是她殺 在檢驗結束之後 工作人員把遺體縫合 再送回冰箱 我希望這個妻癌 會給我們封鎖 幫助我們移動 因為這個傷害得很嚴重 大約有五成的個案 在經過私人驗屍公司的檢驗之後 私因被重新判定 不過摩根的死亡 並沒有翻盤 雖然這間私人驗屍公司裡頭 但每年卻會接到 將來的電線 雖然這間私人驗屍公司裡頭 只有少少的四個員工 但每年卻會接到 將近五百件的委託 每次的收費 大約落在三千五到一萬美金之間 經營得有聲有色 除了私人驗屍公司 還有另外一種行業 同樣靠死亡來賺錢 為在加州的這一間犯罪現場 公司公司 顧名思義就是清理各種 你想得到 想不到的 死亡案件現場 光用想的 就叫人退避三射 為什麼會來做這個呢 原來是因為 這部電影 我看到網友的影片 是把那些清理產品 清理在裡面 我講得快 快 快 你需要進去後座 把所有的小部分 的頭和骨 都拿走 命案件場 都需要先經過 見識人員的搜證 接下來才是讓 專業人員來清理 尤其是常常發生 犯罪事件的地區 案子接到手軟 我們可能會有 7至14個 安全的 安全號碼 謝謝你 請問警察 怎麼可以幫你 這天清理公司 接到一間旅館 打來的電話 所有的住客 在浴室清身 馬上準備好裝備 開始工作 這應該會有任何工作 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把刀子 拿進去 拿進去 刀子 來到命案件場的浴室 牆壁舍 地板舍 通通都是血 蛋子不夠大 還真不能做最好 人類人 人類人 只要是一種奇怪的 人類人 走 他們走 走 這會令人滅 更厲害的是 憑藉著多年的經驗 清潔人員 甚至能夠從現場 判斷死者的 心理狀態 這人真的想出 讓別人知道 他們很害怕 經過一小時的努力 命案現場 清潔溜溜 遇到特別的案件 他們也有辦法 例如這戶人家的閣樓 傳出動物死亡之後的 祖宠慧 不過因為閣樓實在太小了 還臨時聘請了 一鳴侏儒 我可以知道 當我跟Anthony Joe說 你必須在騙著我 但你知道嗎 他在空間裡套進去 成立20年 處理破萬格的事故現場 無論是這間 命案清理團隊 又或者是 私人驗屍公司 他們都是秉持著尊重死者的心 和最專業的態度 來面對這份工作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五七怪奇物語 如果你喜歡我們製作的節目內容 歡迎訂閱YouTube頻道 我是夏浩元 我們下週統一時間再會 完全沒有 和自由的賣談 這裡 我們下週五七怪奇物 就後空間 第二時間 第一時間 就先拍照 數據 這是在昨日 我們下週五三怪奇物 四十八怪奇 這條罪 apologies 我們下週五十八怪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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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西巧奇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